哈囉我是視訊今天介紹的是 颶風雲三房車位 那我們就開始賞屋囉 走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今天看的是颶風雲三房加車位 那這一間的室內空間蠻大間的 他的主建物加附屬建物大概有30坪的大小 那這樣的大小其實在很多的房子啊 他都規劃成四房 那這個社區這一間 他等於把這樣的多一個房間的空間 變成我們公領域的空間 仔細看前方的這個餐桌啊 其實他比我們現在 一般社區大樓用的餐桌 其實都大蠻多的 家裡喜歡聚在一起吃飯的話 我覺得這個空間 還蠻不錯的 那大門進來啊 他是有一個小玄關 可以放一些 鞋櫃的位置 好那我們來 主臥室 主臥室的話 他的空間我覺得也還不錯 因為他的這個衣櫃啊 他坐著是蠻打住的 衣服可以擺得蠻多 那目前這一間的側邊啊 因為旁邊都是透天 滑下公寓 所以他樓高並不高 不會擋到這一間的視野 也因此這樣 所以他的採光 我覺得蠻好的 那仔細看這一間 他的旁邊 還有辦法放一個化妝桌 那地板就是鋪一般的木地板這樣子 然後 我們的 主臥衛浴 他就是乾絲分離 蠻標準的 那我們來看看 我們的廚房的位置 那廚房的話 他旁邊有做一個拉門 如果怕油煙跑出來的話 可以拉起來 那冰箱在出入口這裡 他的廚房 其實蠻大的 那也是三口爐 而且他的這個 長度啊 可以 放蠻多彩 如果你備料比較 需要比較多的話 我覺得這空間可能是你會很喜歡的 好 那再來的話 就是我們的後陽台 後陽台不錯蠻大的 很夠用 那我們來看看 其他的地方 兩間的臥室 都是靠側邊這一側 那側邊這一側的好處就是 他的採光是很好的 我們看看這一間 他這一間 臥室裡面都有做天花板 所以 看起來是 看起來是 一致性還不錯 蠻舒服的 當然採光的話是另外一間比較好 因為另外一間的採光是沒有隔著陽台 那我們先看看他的 衛浴 衛浴就開窗 還算舒適 好 再來是另外一間房間 那這一間房間 看出去就是我們 從大門進來的位置 他這個社區我覺得有個很大的缺點 就是其實他跟隔壁都很近 很近所以有時候 會有一點壓迫感 坦白講是這樣 那如果說 你對於視野沒有要求的話 我覺得這一間是不錯的 那如果你希望就是 前方的動距很遠 那比較有隱蔽性的感覺的話 那這一間可能就少了那麼一點 但整體來說這間還不錯 因為他的維護還蠻好的 而且 他的天花板都有做過了 所以他是很平台 很舒服 那竟然你也不用花太多錢 再去做裝飾 只要補齊一些自己想要的東西就可以了 好 那 就是 這一間三房加車位的屋內狀況 那如果想要 進一步了解的話 都可以跟我聯絡 那我們今天看房子就到這邊囉 謝謝